《雄》 汉武帝评传 作者核心 第三部分 董宗述一武帝的元光决策 一 中国秦汉时代发生了两件对此后两千年历史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 一是历史上的一个大一同帝国秦的建立 二是汉武帝确立如今政治思想为国家意识形态及霸出百家独争入术 这项措施是根据董宗述的建议而采取的 但是对如此重大的历史事件的背景和原因何在历来一直没有讲清楚 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5月 汉武帝在主导了对汉帝国的政治恐惧权力后 再次召举显良对策 在这一年他做出了对内外政策进行更化改制的一系列重大决策 在将亲姊妹龙绿公主远家羞农的同时 汉武帝也做出了准备大局反击羞农的决定 在这一年下他派名将雷广和陈布氏 在帝未来自己日夜夜睡跑觉 今生或成钟妙奉心已求夜明事若是圆水物之所寂 任大首重奉也不宁 刘彻向董宗述提出的问题是 何行而可以将先弟子红叶上餐摇损下飞三亡 一闻大道之药之轮之急 自夫子自大夫其谨心莫有所影 这一张轻揽言 由此可见 武帝当时属于求解的不只是某些具体的政治措施 而是带规律性普遍性的历史哲学和指导战略 也就是要寻找一个既能总结依往历史教训 亦能解决现实问题 从而保证未来稳定和繁荣的长治久安之道 二 刘彻对董宗述证问一共三次 董宗连上对策三篇作答 由于对策的首篇专谈天人关系问题 因此这三文三达以天人三策为名 而载入于史策 总体而言 总是在对策中提出了五项重大建议 一建立民常理智约束贵族行为 二建立培养官吏的国家泰学 从民间显现良为平民知识分子开辟通识之路 三提出一套天人学说用于约束警策皇帝 四限制豪米战前截至土地兼并 五以儒家经典统一政治思想 建立国家主流意识形态 董宗述上述对策对后世影响最为甚远的 一是建议进行意识形态改革 一确立以儒家的政治和历史思想 作为汉朝的主流意识形态 二是建立一项考试闲闲的文官制度 推明孔是艺术百家立学校之官 郡周俊具茂才笑脸 截至宗述法治汉书 对董宗述的对策 刘彻极为重视 亲子披烂 召见面谈 他懂得一个国家要走向强盛 收要这举是要维护社会的安定 和建立牢固的又凝聚的社会组织 而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动员和组织工具 为了保持社会安定内部团结 必须抑制好强坚并 也必须构建一套传承有效的政治意识形态 列列论者多将董宗述看作地主阶级思想家 我则以为未必然 董宗述反对豪美建兵土地的思想 代表了当时社会中 依附于国家土地的自根小美的力 汉书是获自及董宗述上武帝书云 平民常以一马之一 而牛马之一 而是全赤之时 终于贪暴之类 行鲁忘家 敏收无聊 忘逃山林 转为盗贼 折疑 冲倒 断玉 遂一千万计 汉兴 寻而未改 他的建议是 必须抑制豪强与豪商 煎饼田地 故人有势及不许以民占田野 若故人更占田 则墨其田野同谱 皆入自于宽 以塞煎饼之路 我认为董宗述是 看待树民知识分子式的政治思想代表 而汉武帝 出于加强王权巩固国家的需要 也有意要扶植从树梅中出生的一个市阶层 以他们作为一种新生的政治力量 用于意志和削弱 横行不乏的诸侯贵族 大地主 豪强和大商人 其政治倾向也具有树梅政治的明显色彩 三天人关系的核心的天人感应理论 董宗述这一理论过去一直被指责为神学目的理论 其实天人感应理论是一套约束皇帝的理论 是中国古代独特的民权理论 概括言则董宗述指出 政治统治的根本基础在于能否得到人民的支持 民心民意的支持与否 体现了帝王政得的好坏 政得坏得到的乱行酷刑形成怨离之气 影响天象 天象以灾意示警 警戒帝王必须改良政治 如果多次示警无效 就会导致天命的改变 导致王朝的灭亡 这学说是刘弊是西汉后期盛行的 极为神秘主义 而且本意则是建立一个以天象示警 约束帝王政治仁义性的制约系统 以限制帝王势意忘形的无上权威 这一理论对此后两千年中国政治的影响是巨大的 在某些情况下大臣经常以天象之境的在意理论 对帝王进行告诫 表明这个理论工具在两千年中国政治中是有效的 汉武帝重视 但是董宗书都对此基本才拿了一些全部建议 但是对董宗启人 刘弊却并没有作用 原因就是不喜欢这一套天人理论 汉祖庙发生火灾 董宗书认为是由于皇帝不休得 导致田粉 淮南往往 刘安等权归横行 朱夫焉 刘彻董的讲稿 报告刘彻月后 有妄言诽谤罪 将董下狱几乎杀头 数年后 怀荡于田粉政变的谋谋暴露 证明董宗书的田粉的指责是对的 吴迪表明欠揪 又派董宗书两位学生 根据春秋经义审治留案的治案 董宗书一生耿直 始终是一个直言快语 不是事物 认为原则比现实更重要的御夫子 董宗书是孔子以后 自秦韩之清的 两千年间对中国政治宗教 思想影响最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 西汉学之刘相指出 董宗书以王左之才 谁以留一家 刘青以云 宗书 遭汉成秦灭学之后 六经离习下位发分 潜心大业 令后学者有所统一 为群如首 但是呢 在现在 他所受到的误解 似乎也最多 至今 仍未得到客观公正的评价 对不起 对不起